那我就直接開始了 好被催了 OK 好就是 就是之前原本是排另外一個講者 然後不過他最近比較忙這樣 然後 所以就是臨時 就是我被找上來了 好 那也是由於那個疫情的關係 所以說我們那個 就是聚會的行事 就是改成線上直播的方式 好 那今天來跟大家談談就是在高尾資料 我是不是多打了一個的 就是高尾資料它的降微演算法 然後跟視覺化 那我們今天講的東西呢 它會focus在兩個 一個是TISNY跟UMAP這樣子 這兩個演算法 所以相較起上一次 上一次講的東西就超級多 然後超級廣這樣子 那這次的話就只會有兩個 然後比較 呃 講比較detail這樣子 OK 好 那 呃 其實降微演算法跟 呃 降微演算法跟視覺化這個東西 其實是非常相關 因為在 呃 很多 呃 很多場合我們會碰到高尾的資料 那高尾的資料 我們在 呃 分析資料的時候 我們很難去看它 OK 那很難去看它的話 我們就 呃 很難去理解資料 所以說 呃 對高尾的資料 去做一個呈現 跟視覺化 這樣 好 那今天的 Outline的話 大概會 呃 很簡單的 構出一下那個 Dimensional Reduction 然後跟不同的 Dimensional Reduction 那接著就會進兩個 核心的 樣圍方法 一個是TISNI 然後一個是UMAP 那 接下來會 比較一下 他們這兩個 模型 那其實這兩個 模型 它 呃 中間都會有一個 Graph 去處理它 然後這個我們等一下 再說 那最後的話 會 把它關聯到 就是 Graph Neural Network 這樣子 那 我們先從Dimensional Reduction 講起 那其實 Dimensional Reduction 這個東西 顧名思義 它就是做 維度 然後 我需要去把 維度給降低 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呃 它做的事情 很簡單 它做的事情 就是一個Mapping 然後從 高尾的空間 然後 我把它Map 到一個 低尾的空間 但是其實它並沒有去 呃規範說 到底我要怎麼去 把一個東西 從高尾的 呃空間 把它映射到 低尾的空間 它並沒有去 講這些東西 所以說 這些東西就會有 很多的模型 去處理它 那 那不同的模型 它就有不同的 呃 呃 呃規範 或者是如果去 設法 把高尾的空間裡的資料 呃 映射到低尾的空間 裡面去 呃 好 那所以這個就是形成我們的 這個 降尾演算法 這樣子 那在降尾演算法裡面 呃 大概會分成幾類 OK 這幾類的話呢 呃 哦對 我先講一下 這份slide的話 會在 呃 Facebook的那一篇貼文 留言底下 OK 那那邊有連結 大家可以自己去點這樣 嗯 好 那我們回來 呃 基本上我們在做降尾這件事情 降尾這件事情 大概分成 所謂的線性的跟非線性的這樣子 然後呢 非線性的話又分成所謂的 呃 保留 呃 資料的整體結構的 跟保留資料區域性結構的 那當然也會有一種是 就是卡在中間 就是呃 呃 有保留部分 整體部分 區域這樣子的 概念 OK 那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線性的方式裡面 不外乎就是PCA OK 那 呃 還有另外一個的話 它是那個 呃 LDA的部分 LDA的部分就是那個 呃 呃 那個叫Linear Discriminated Analysis OK 好 那 呃 基本上線性的 降尾演 應該說線性的降尾演算法 基本上就大概這幾個 呃 沒有太多了 OK 那 呃 非線性的部分的話就會比較多 就會比較豐富這樣子 那大家也 呃 近年來都比較focus在非線性的上面 那 呃 所以說我們今天就會是講 呃 今天講的TISN 它就會比較是屬於 呃 非線性的方式 然後它是屬於去保留資料的 呃 區域性結構的 OK 那所以 所謂保留資料的整體結構 跟保留資料的 呃 呃 區域性結構 這件事情來說的話呢 呃 呃 通常在 在 講Dimensional Reduction的時候 很喜歡用的一個Dataset 是這個 這個是那個 呃 呃 大家會看到 這個資料點啊 它是分佈在一個面上面 然後這個面它是一個曲面 OK 是一個3D的曲面 那 是一個3D的曲面 在這個狀況下呢 嗯 嗯 如果說我去算 資料跟資料之間它的距離 OK 那我去算資料跟資料之間它的距離 如果我們就直接用所謂的歐式距離去算的話 你這邊可以把兩個資料之間的這個距離 拉上一條直線這樣子 但是呢 如果說我想要知道的是 就是如果我這個資料點 沿著這個資料的這個 呃走勢呢 或者是 沿著這個資料的趨勢呢 沿著這個面 這樣子走的話 它真正的距離可能應該是這個東西 OK 那所以說在 呃 降維演算法裡面就有 嗯 就有一個類別叫做Manifold Learning OK 那Manifold Learning的話它主要就是說 我希望可以去學到的是 在這個 資料的這個分佈的空間上面的話呢 這個 比如說這個 這個面 那這個面的話 它其實是整體存在在一個3D的空間裡面 但是其實它 我只需要用 兩個維度 就是2D的方式 我就可以去描述這個面 OK 所以說我希望去把這個面的這個結構呢 給學起來 那這個叫做Manifold Learning OK 那 呃 所以說我們就會發現說 如果你是保留所謂資料的整體結構的話 那它就會試圖去記住說 欸 這個點啊 跟這個點啊 它之間的這個 呃 歐式距離 或它的相對距離是多少 那所以說它在降維之後 你整體上看起來 就會還是一個像瑞士卷這樣子一個 結構 但是呢 如果說我是去保留所謂資料的 呃 區域性結構的話 那去保留資料的區域性結構的話 他只會去知道說 欸 這個點旁邊 他到底有哪些人是他的鄰居 那 他知道旁邊有哪些人是他的鄰居 他只要去記住他的鄰居是誰就好了 OK 那所以說 我就可以去學到 把這個這個面 呃 用二維的坐標去 呃 把這個結構給學起來 學起來之後 我就可以把這個 呃 2D的結構給展開 OK OK 好 那所以說呢 今天 呃 這邊就準備了一個例子給大家看 然後這個例子的話 是從那個 塞克蘭的官網上面 然後你去打Map for Learning 你大概會看到 呃 這張圖 那這張圖的話 就是用不同種的這個 呃 降維演算法去處理過後 那我們的資料都是一樣的 那資料的話是這個S型的這個 呃 這個資料集 那大家會看到這個S型的資料集 呃 從這個紅色的 然後到橘色黃色綠色 到藍色這邊會形成一個S型 那所謂保留資料的整體結構的話呢 其實就是這個 呃 MDS MDS的話 它就是屬於去保留資料的整體結構的 呃 降維到2D的空間上面去觀察的時候呢 它的S還在 OK 這個S的形狀還在 那表示說它整體的資料結構 呃 並沒有變化太大 那 相對如果是去保留資料的區域性結構的話呢 那我就是去記住這個資料點跟它周邊的鄰居是誰 OK 所以它只記得呃 資料點跟它周邊的鄰居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去把這個S這個曲面呢 給學起來 那學起來之後我就可以把它 攤開來 攤開來之後你就會得到其他這種 就是像 呃 把它攤開之後 一個彩虹的這個顏色 OK 所以基本上其他剩下的這邊幾乎都是所謂去保留資料區域性結構的 呃 降維演算法這樣 嗯 OK 好 那 呃 所以 剛剛就大致跟大家介紹了我們所謂的降維演算法 大概會有哪些種類 然後它 呃 會有哪些特性 然後它大概是怎麼做的 那今天我們要講的TISNY跟UMAP 那它其實都會 用到 呃 機率的方式 去記錄它跟它鄰居之間的關係 OK 那所以說呢 在開始之前我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這個 符號的部分 OK 那 呃 符號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我們會有P跟Q P跟Q這兩個都是屬於機率 OK 那 P跟Q的話 我們 呃 會講說就是 在原本的資料為 呃 資料的空間上面 我們會有SI SI是資料點 SJ SJ是另外一個資料點 OK 那我們會講說 如果說你有一個 呃 資料點 從SI到SJ 然後 它的 機率 OK 等一下會 詳細講它的機率是什麼 這樣子 那 我們會寫成這個樣子 然後就是 GIVEN SI 然後 SJ這樣子 那 在 呃 降尾到新的空間 新的空間的話 我們會講 它是YI跟YJ 那 是一樣的 只是說這個 機率的部分 你就用Q來表示 這樣子 好 所以 第一個的話 我們去 呃 討論的 在這邊的 TISNY跟UMAP 都是屬於 非線性的降尾方式 那 非線性的降尾方式 我們第一個 去講的就是 我們到底是要去 保留資料的什麼的特性 這樣子 我才可以去 呃 做降尾這樣子 OK 好 那 TISNY的話 我們先給大家看看 這張圖 這張圖的話 就是 呃 用MNIST的資料集 OK 那MNIST的資料集 去做TISNY的降尾之後呢 那 再把它的那個 數字 不同類別的數字 做一個套色 所以說大家會看到 呃 像這樣子的一個圖 那 如果說是 類似的數字 或是長得比較像的數字 然後它就會靠在一起 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當我可以把資料切開 就是 當我這個 這個資料它是 自己成 呃 自己 鋸成一群 OK 那這邊也是自己 鋸成一群 那這樣子的話 我的Castifier 就是我的分類器就可以 很簡單的 把這邊切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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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把資料給分開 我就可以很簡單做到分類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 在以前的很多的 呃 任務 就是 很多 比如說 呃 影像辨識的任務 或者是NLP的任務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其實 呃 呃 它並不是 它並不是說 Castifier 沒有辦法做到 而是說 以前的 降尾的方式 不夠好 OK 以前的降尾方式 不夠好 那 導致說呢 你的資料 它都是 呃 會 雜在一起 那雜在一起的話 基本上 我們就沒有辦法 有一個 呃 好的分類器 去把它分開 就是說你今天用了再好的分類器 我們今天已經有很好的分類器 比如說像 SPM 或者是Rendor Forest 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呃 呃 是很好的分類器 但是它還是沒有辦法把這些東西做到 很 很好 就是像像我們現在CNN這樣 這麼好這樣子 好 那其實 最主要的一個點就是前面的呃 呃 所謂的Dimension Reduction 或者我們叫做Feature的Extraction OK 就是它在抽取這個特徵的時候 沒有辦法抽取到好的特徵 沒有辦法抽取到好的特徵 沒有辦法抽取到對的特徵 那導致這件事情 所以導致以前我們沒有辦法用傳統的Machine Learning Model 做得很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用Deep Learning Model 那用Deep Learning Model 其實最主要的一個點在於說 我們並不是要去train它的classify 到底好不好 我們現在是要去train它的這個 這個Feature Extraction 教它說它到底 什麼樣的Feature 還是重要的Feature 然後讓它去自動的學到 怎麼Extract那些Feature 這樣子 好 然後這邊這邊算是延伸這樣子 但是我們現在就算是Deep Learning的時代 但是我們還是要回到傳統的Machine Learning Model 來解釋說為什麼 Dimensional Reduction 或者Feature Extraction 這麼重要這樣子 好 那Tisney這個模型的話呢 它是由2008年 然後它是Hinton的作品 OK 那它其實做的一件事情是這樣 Tisney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它的名字 它的全名是T-Distributed Stochastic Neighbor Embedded OK 那既然它叫做Neighbor Embedded 表示說呢 它做的事情是這樣 它是一個非線性的降位方式 那這個非線性的降位方式的話 它保留的是資料跟資料之間的鄰居 OK 所以它保留的是 資料跟它的鄰居的關係 那以往 我們在保留資料的鄰居的關係的時候 我們需要去算它的距離 OK 那它除了去算它的距離以外呢 它還 進一步把它轉成了一個機率的 機率分布的形式 OK 所以說它其實保留的是 這樣子的機率分布 好 但是我們在開始講 Tisney之前呢 我們先 再回到Tisney 一開始的模型是什麼 好 其實Tisney它有一個前身啦 它的前身是這個 就是SNE 那SNE的話它叫 Sochastic Neighbor Embedding 那大家會發現說它少了那個T OK 那Sochastic Neighbor Embedding 它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它做的事情是這樣子 它呢 它會去算就是每一個資料點 資料點跟剩下其他資料點 I 是在裡面的任意資料點 然後I 是 J是 除了I以外的 剩下的資料點 這樣子 那它去算 點跟點之間的距離 算完點跟點之間的距離之後呢 它就會把它塞到這個 我們叫做Gaussian Function OK 那Gaussian Function 塞到Gaussian Function裡面之後 整個它會形成一個Gaussian Distribution OK 所以它就是所謂的常態分布 所以說它算完距離之後 它會把它轉成一個常態分布的方式 去記錄這個機率 那這個機率在這個模型裡面 它是怎麼解釋的呢 它的解釋方式是這個樣子 就是 SI 它是SJ 不對 反過來 SJ 是SI的鄰居的機率 OK 所以說 它會去判斷說這個 SJ 它到底有多少的可能性 會是SI的鄰居這樣子 OK 所以說以往我們在 講鄰居這件事情的話 通常我們會是在 講一個Graph 這個Graph上面的話 我們會有這個Node Node跟Node之間 如果有連線的話 我們就會說這個Node跟其他人是鄰居的關係 這樣子 那在Graph的情況下的話 它只會有兩個 就是它只會是鄰居跟不是鄰居這樣子 所以它就是有連線跟沒有連線 那在這邊的話呢 它就會變成一個連續的狀況 它就會變成一個機率的狀況 所以它就會變成有某種程度上 有多少可能性是它的鄰居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會對所有的點都去算 好 然後 然後 在這個情況下呢 它就會去把 兩個點跟點之間 它的這個 是不是鄰居的這個可能性給算出來 算完之後呢 接下來它會去建構一個新的空間 建構這個新的空間的話 它會去 Random的去找這些Yi跟Yj OK 那你就指定說你到底要多少維度的 那它就會是多少維度的向量 然後Yi跟Yj 然後它會去做追加化 然後得到 我們一樣給這樣子的假設 它就是 Yi跟Yj 它到底 Yj到底有多少可能性是Yi的鄰居 OK 那但是這個是在低維度空間下面 的機率這樣子 那我們 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讓 我們在原本空間裡面的這個 機率分佈 跟在 新建構的這個 空間裡面的機率分佈 要越向越好 OK 所以我就去 我就去最佳化這些新的座標 新的空間的點座標 然後呢 讓這個Q的部分 跟我的P 越接近越好 那我要讓這兩個越接近越好呢 在原本 SNE的 模型裡面 它用的是 就是 KL Divergent 所以說呢 它會去計算 P這個機率分佈呢 跟Q這個機率分佈呢 它到底有多像 OK 那如果說它很像很像的話 如果是幾乎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的話 KL Divergent 就會是0 那所以說我們就要去最小化 這個 KL Divergent 的部分 OK 這邊就是公式 就是這樣 好 那 原本的模型是怎樣 但原本的模型有一個問題 OK 原本的模型的問題是什麼呢 原本的模型 呃 等一下 我還要 我稍要講一件事情 它會去 minimize 這個 這個 dissimilality OK 然後再來它用的 那個演算法是 用grade and descent 這樣子 好 那 它會有一個問題 會有什麼問題呢 第一 呃 它最主要的問題叫做 crowding problem 就是當你降尾完之後呢 它會 資料會顯得太擠 OK 資料它都會擠在一起 那資料會擠在一起的話 會導致 什麼結果呢 就是即便說我 可以把 呃 一個資料擠 從高尾的空間 降尾到低尾空間 但是我們目的最後都是要去看 或者是要去讓分類器去做分類 但如果說 我們要去看的話 那 如果資料擠在一起 基本上就不好看 那不好看的話 它就不會是一個好的視覺化方式 然後sumhouse應該可能會是一個 呃 呃 還可以的降尾方式 OK 那所以說在這邊的話 就是給大家看這個圖 這個圖的話 呃 一個是 這個是simile mapping的這個降尾方式 那這個是 這個的話是sne的降尾方式 那這邊i的話 這邊是這個 好 gradent descent的 呃 這個步數這樣子 OK 然後基本上我們就看最後一張就好 就最後一張我們就把它當熟練這樣 好 那所以 呃 tisney它做出來的話 我資料會散開 OK 資料散開的話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是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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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但是如果是sne的話 它會擠在一起 OK 那所以說它要去克服像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 呃 hinton它就會想辦法要去 呃 克服像這樣子的問題 那它後來就想到一件事情 OK 事情基本上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在 高尾的空間中 我們去保留資料的結構 OK 然後用機率的方式去保留這個資料的 呃 鄰居之間的這個結構這樣子 那 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用的是所謂的常態分布 那常態分布這邊是 呃 藍色這條線 藍色這條線的話 我們考慮一件事情 如果說資料近的話 呃 假設我這邊是si OK 那si的話我跟我自己的距離就是0 那我考慮si跟其他點之間的距離 OK 那其他點之間有可能是 呃 sj他可能在遠方的某處這樣子 OK 那 呃 你會發現說sir 當他去保留的是跟他蠻近 呃 可能在他附近的 在他周遭的 在他周遭的這個點 之間的距離 然後保留這樣子的結構的話 看起來還OK 但是呢 如果我們考慮3跟4好了 嗯 那3跟4是什麼 3跟4的話 我們就假設這個3跟4是 呃 離這個si 有一點距離的這個資料點 那3跟4的話 如果我們把它轉成 呃 機率分布來看 嗯 來看這個3跟4的這個值 呃 這個值是不是很像 他是不是沒有辦法去體現出3比較遠還是4比較遠 他可能數值上面只差一點點 OK 所以說他在建構新的空間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把 呃 T分布是紅色這條 OK 那紅色這條線的話 他跟這個常態分布有點像 因為在大概一二左右 這邊呢 他都有很相似的這個 很相似的這個形狀 但是呢 他有一個特色 這個特色我們叫做 T分布他有一個 Happy Tail 他有一個很胖的尾巴 很胖的尾巴意思就是說 這邊3對上去跟4對上去 他還是有值的 這個值還有點大這樣子 那他就不會像3跟4這樣 完全分不清楚說他到底 呃 離這個 呃 遠點他到底有多遠 OK 所以說他可以比較 呃 有效的 把這個 比較遠的這個資料點 把它拉得比較遠 所以說這個大家 呃 圖做出來 圖做出來的話就會像這個樣子 他就會把 呃 比較遠的 拉遠 那這個T分布要用在哪裡呢 這個T分布他是這樣子用的 所以說我們的 呃 TISNY這個模型的話呢 他改一個地方 我在原本的高微資料空間裡面 他仍然是用所謂的常態分布 OK 那但是呢 我要建構一個 呃 新的空間 這個在低微度的新的空間 他用的是T分布 OK 他用的是T分布的話 他的公式就 就長這樣 OK 然後下面去Normalize 這個分母就可以 可以不用理他 OK 那所以他用的 一樣是 呃 他用的一樣是 所謂的KO Divergent 去做 呃 當他的Loss Function 然後用Gradient Design去做最佳好 那他在一開始的Initialize的時候 就是RandomInit這樣子 好 那但是呢 呃 在 在 模型裡面 它有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的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 呃 這邊會有一個Sigma OK 這個Sigma的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要去決定說 欸 我在原本的空間裡面 我要在多大的範圍裡面 他算 他才算是我的鄰居 OK 因為這邊的話 他會去影響到 我這個 呃 常態分布 他的這個範圍 OK 那去影響到 我 算是 呃 J算是I鄰居的 這個機率這樣子 OK 那所以說這個Sigma呢 如果說 太小 會發生什麼事 太小的話 就會變成 我跟 任何人 或者說 我跟很少人 會是鄰居 OK 那這樣子的話 就會把 呃 圖 就是點跟點之間的距離 都拉得很遠 好 那如果太大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 太大的話就會變成 我跟很多人都是鄰居 我跟很多人都是鄰居的話 你的 呃 你降為晚的圖呢 就會 會 一樣再鎖成一團 這樣子 就會全部 全部綁在一起 好 那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去決定這個Sigma 那Sigma 那Sigma Hinton他做了一個設計 這樣子 他 呃 用的是所謂在 Information Theory 在資訊理論裡面 所謂的Propacity 這個東西 好 那 所以說你會看到 你在 用Tisney的時候 你需要去設定一個 模型參數 模型參數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 Propacity 那這個 Propacity是什麼呢 就是說 他會去 量說 一個 機率分佈呢 他到底有 呃 他在預測他的 Sample的時候 到底多好 OK 所以什麼叫預測Sample 呃 基本上我們在 呃 一個常態分佈裡面 我們看這個圖 我們在一個常態分佈裡面 然後通常我們 最常出現的 如果說我們從這個 常態分佈裡面 做抽樣 那做抽樣的話 最常出現的 大概會是在 零這個位置附近 因為這個 零這個 這個位置附近 他的出現幾率最高 OK 那所以說 我直接拆零的話 他的機率 就會比較高 OK 那 相對的 相對的 如果說呢 我的這個 呃 常態分佈呢 他的 這個Sigma 越大 就是他的 標準差越大 標準差越大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我這個 常態分佈就會變得很扁 那當常態分佈變得很扁的時候 我即便我 呃 我拆零 然後他的機率是最大的 但是我最大的機率也才 也不過多少而已 那 所以說我的機率就會很 就會 他就是攤平的意思 那如果說相對 如果我的這個 呃 呃 呃 標準差呢 很小很小 那我的這個 這個 常態分佈呢 他就會變得很尖 那變得很尖 那變得很尖的話 我拆零 就表示什麼 就表示我很容易 去猜中 這個 sample OK 那 所以說用這個 propocity的話 他就可以去描述說 這個 常態分佈呢 他是屬於比較寬 胖的那種 然後或者是 還是他是比較屬於高瘦的那種 OK 那在這邊的話 他就是用 呃 的這個 這個翅膀 翅膀的部分是 呃 用那個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Entropy 對 就是用Entropy去算 OK 然後裡面就是放機率這樣子 好 那 簡而言之呢 如果你要調這個 Tisney 他的參數的話 基本上是這樣子 呃 如果你的propocity 調越高 那就代表你的這個 Entropy的部分是越高 所以也代表你的這個Sigma 越大 那Sigma越大你就會得到這個 很寬的這個 呃 矮胖的這個 呃 常態分佈 那 這樣子的話 你的Sigma越大 表示說 我的 呃 在資料點上面 很多人 都是 都是 Si的鄰居 那都是Si的鄰居的話 我就會讓所有的點都擠在一起 OK 那相反的話呢 如果你的這個Sigma越小 越小的話呢 我的這個 呃 常態分佈 他就會比較尖 他就會比較高瘦 OK 那這樣子的話 他就會把 呃 呃 各個點 把他 就是 因為我的這個 呃 鄰居他只有幾個人而已嘛 所以說 或者是很少人 那 這樣子的話 我的整個圖呢 或者我的資料點呢 他就會全部散開 所以說 他就會把整個 呃 呃 如果你有在玩這個 Disney的話 那 呃 調 這件事情是 還蠻困難的 就是如果 呃 你要去 對不同的dataset 去做 視覺化的話 OK 那 呃 再來另外一件事情 這邊就比較沒有那麼重要了 OK 那 這邊的話 他主要是來自於 一個數學的sense 這樣子 呃 我們剛剛講的都是 0g嘛 因為0g他其實是有一個 方向性在 比如說 呃 A是B的0g 跟B是A的0g 這兩件事情 是不一樣的 OK 他的確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說 呃 J是I的0g的幾率 跟 I是J的0g的幾率 這件事情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會有兩個幾率 那 他裡面會動了一個 有動了一個手腳 那表示 呃 他會把這兩個幾率 把它整合變成一個 呃 I跟 J兩個人是0g的幾率 這樣子 OK 所以他就會有一個對稱性在 OK 那 那當我的這個 呃 資料變成 呃 資料跟資料之間 互相是0g的 這件事情 變成一個對稱之後呢 呃 他會去 把這個 資料點 他的contribution 把它做一個 這個 這個 有點像是 做平均的 這種感覺 所以說他不會讓 呃 特別的幾個 資料點 讓他的這個 呃 貢獻比較多 或者說比較重要 這樣子 OK 好 所以 基本上 TISNY他的做法 就是這個樣子 OK 所以這邊是我們的 Loss Function 好 那 呃 UMAP的話 他算是在 季 這個 TISNY之後呢 呃 蠻受歡迎的一個 降偉方式 OK 那 其實會講這兩個東西 其實是 從 因為我本身是做生物資訊的 對 那 在 在生物資訊其實也非常依賴這個 視覺化的演算法 那 呃 這兩個 是在生物資訊裡面 尤其 大眾 很多人用的 的 演算法 這樣子 OK 然後所以就是自有一篇 那個Nature的 論文 然後指出說 UMAP很好用 然後就一大票人跑去 用UMAP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 UMAP 把他 呃 那個做降尾之後 畫出來的圖 那 你也會發現說 這個 他的這個 圖的話呢 他也是跟這個 TISNY一樣 就是 呃 不同的這個 色塊 就是不同的資料點 他會各自聚成一群這樣子 那 但是跟TISNY不一樣的是 你就會發現說 他的這個 不同的色塊之間 他會把它推得比較遠 OK 好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就會 稍微介紹一下 UMAP他的 想法 這樣子 那UMAP他的想法的話 其實跟 呃 如果你去 我去翻他的論文 然後他的論文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他 拆成兩個part 第一個part 大概全部都在講數學 然後我就跳過 完全是數學那個part 進到後面的computational part 那 computational part的話呢 呃 所以我今天就會介紹他 computational part的這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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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理跟 演算法這樣子 好 那 基本上UMAP他是這個樣子 我們在做降維的時候呢 呃 UMAP他會 中間會有一個 建構Graph像這樣子的動作 然後依賴這個Graph去做降維 那UMAP他 呃 透過去建構像這樣子的Graph 然後依賴這個Graph去做降維 OK 好 但是其實在他的文章啊 或者是你從他的名字本身 就是 uniform manifold apostimation projection 你完全看不到Graph的影子在裡面 好 那他是怎麼做的呢 那在這邊的話我就 呃 來引用一下那個 原作者 他在賽拍2018上面的talk 好 事情是這樣的 呃 我們有一些data OK 我們有一些data呢 他就分佈在這個空間上面 好 那一般來說我們要去做降維 那我們剛剛 剛剛 就像剛剛 呃 Disney的套路一樣 我們要去 找他的鄰居 OK 那如果說我們要去找他的鄰居呢 有一種做法 這個叫做 Excel Neighborhood 那Excel Neighborhood 它的概念很簡單 我就是找一個半徑 OK 在這個半徑裡面的人 都是我的鄰居 好 那像這樣子照這樣子建構出來 你會得到像這樣子一個圖 OK 這個圖的話就是我如果把鄰居都連上線的話 他就會變成這樣 那 我們 這樣子 直接看起來 然後 你就會發現說 如果我這樣子去做降維的話 那 這個part 會連在一起 這個part 會連在一起 這個 就是 離大家都很遠 然後 就 很孤單 沒有鄰居這樣子 那所以說你在做降維的時候 他並沒有辦法去把整體的這個 結構給保留下來 他只有保留就是區域性結構 那這樣子他降維之後呢 他也就只有區域性結構 這樣子 那 這樣子的話 呃 他就不是一個好的方式 如果說一個好的方式的話呢 他是這麼說的 就是 嗯 如果說 我可以讓資料呢 或者說 我假設資料呢 他是一個 uniform distributed 他是一個 大家間隔 都很漂亮 都是平均分佈的 這樣子 然後 如果資料他是 平均分佈在這個 這個空間上面來說的話 那 我的這個cover 我 我用那個 SL neighborhood 那他就會很棒 因為每個人他可能隔壁都有鄰居 然後我就直接連到隔壁 那這樣子的話 我不僅可以去保留資料的區域性結構 我也可以去保留資料的整體的結構 OK 那但是事實上並不是這樣 事實上就是我們生活看到的資料就是長這個樣子 對 因為有些地方 可能抽樣比較多 他資料就會比較多 比較密 那有些 就是 呃 資料他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或者說剛好抽樣到的資料比較少 然後這邊就會比較 稀疏這樣子 好 那 這樣子的話 我們要怎麼去處理上這樣子的問題 好 那我們要去處理上這樣子的問題的話呢 好 他就說 這時候他就 呃 很 很風趣的說 嘿 我是個數學家 既然是數學家的話 我做了這樣子的假設 我就要讓這個假設成真 OK 好 那他怎麼讓它成真呢 所以我要讓資料是uniform distributed 這件事情成真的話 那他就 呃 OK 那我就假設這個 這個圓啊 這個epsilon啊 每個人的這個半徑都不一樣大 每個人的半徑都不一樣大 那每個人的半徑都不一樣大 我就可以剛好去cover到我的這個 呃 鄰居的這個半徑這樣子 OK 那 但是我在 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邊他做跟前面 呃 Tisney是一樣的事情 我去找到鄰居之後呢 我去找 我去算了我的距離 然後我們也用這個 呃 機率分佈 來去保留我的 這個 資料跟資料之間的關係 OK 那 但是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就跟 我們前面 呃 Tisney做的事情是 一樣的 OK 那 這邊就沒有什麼新意 這樣子 OK 那 再來的話 他就有另外一個假設進來 這個另外一個假設就是說 Manifold Manifold的話 他是 我們講在 數學上 就是他的翻譯名詞叫流行 這樣子 那流行的話指的是 資料他 呃 分佈 所處在的這個空間 OK 那這個空間的話 我們叫做 Manifold 叫流行這樣子 好 那如果像剛剛那樣子做的話 像剛剛這樣子做的話 我的資料還是有可能會 我的資料還是有可能會 我所建構出來的這個圖 或者說在新的空間裡面 它還是有可能會 支禮破碎 OK 這時候他就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或者說做另外一個假設 就是我希望說我的Manifold 他是要locally connected 所以說我希望我這個 這個資料點跟資料點之間 啊 就是要連起來 所以連起來的話 他就做一件事情 他就混合了 Azion Neighborhood的想法 跟 機率的想法 OK 所以說他就去找 我這個Azion Neighborhood 我就在 我離這個點 最近的這個鄰居呢 算成起點 然後從這邊 算起點 開始往外 算機率 OK 開始往外算機率 所以說他其實這個 呃 我的所謂的 那個 常態分佈呢 他並不是以這個資料點為中心 去做常態分佈 他是 他會先拉出一個半徑 拉出一個半徑之後 從這個半徑往外延伸 再去算他的常態分佈 的機率 OK 好 所以這樣子的話 他才有辦法去做到 他所謂的 呃 照他的名字 叫做 Uniform Manifold Approximation OK 這件事情指的就是 呃 他是希望說 我在資料的分佈上面 跟我這個Manifold 他的分佈上面 他要越平均越好 然後我的資料點 要可以連在一起 越好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的話 他就做一件事情 他在原本的空間上面 去建構 這個 呃 他也是用所謂的 呃 Gaussian Function 所以說呢 這邊他也是形成所謂的 Gaussian Distribution 然後呢 跟剛剛Tisney不一樣的是 Tisney他是只有 我去算sr跟sj之間的距離 然後去除上這個sigma的部分 但是呢 在umap這邊 他還多了一項 這一項呢 是 i 就是點i 點i 跟他最接近的那個鄰居之間的距離 OK 他把它剪掉 好 那他把剪掉的話 這邊我就等於是 我有一個這個 Row 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 就是 呃 點i 到 這個最接近的這個鄰居之間的距離 OK 這邊他拉出來的一個空間 那他拉出來的這個空間之後呢 他拉出來這個空間之後呢 我再去 算這個 呃 這邊就是會有一個剪掉的 這樣子的動作 好 然後 所以說 這邊 就會是 呃 對前面Tisney的一個 修正 OK 那我看一下這邊好像有一個 問題 好 我剛剛好像有解說了這樣子 所以 呃 他加入的修正就是 我在原本的空間上面 我去找到 點i 他 呃 最接近的那個鄰居之間的距離 OK 然後所以說他跟其他人之間的距離 呃 所以這邊把它剪掉之後 我跟最接近的那個人的距離 就變成0了嘛 OK 那變成0的話 我這邊 機率 呃 exponential 上面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部分就會變成0 0的部分 整項就會變成0 所以 呃 exponential 這個p的話就會是1 OK 所以說 我會從 我最接近的那個鄰居 最接近的那個鄰居 他的 他視鄰居的可能性就會是1 然後從那個鄰居開始往外算 開始往外算 那個 呃 視鄰居的機率就開始遞減這樣子 OK 那所以這個就是他的設計這樣子 好 那 接下來的話呢 呃 他這樣子的話 我所建構出來的圖 就會長像這個樣子 OK 所以說 這邊大家會看到就是 呃 線有一些比較 呃 線有些顏色比較深 有些顏色比較淡 然後 比較深的話呢 表示說他視鄰居的機率比較高這樣子 然後 比較淡的話 是他就是視鄰居的機率比較低這樣子 那所以整體上來說 我們可以看到像這樣子的Graph的話 基本上 他就是都連在一起 沒有沒有沒有 這邊 這邊有一部分 他是也是斷掉這樣子 但是 這樣子他在建構圖的狀況下呢 他 呃連在一起的部分是比較多的 OK 好 那這樣子我們建構出來的這個圖呢 他是一個所謂的 Directed Connected Graph 好 那我們去建構這個Directed Connected Graph 然後 我們 呃 一樣 我們是希望說這個 圖呢 他是一個沒有方向性這樣子 那 所以說 他要把它變成一個對稱的 所以對稱的話就是 A是B的鄰居 所以B也要是A的鄰居 像這樣子的概念 好 那所以說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因為我要把這個 機率呢 去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前面的做法 Tisney的做法 呃 大家可以翻前面的slide去看 那在這邊的做法呢 他是用所謂的Fuzzy Union去做 OK 好 那所以說 在一些數學的part 就是在 UMAP這篇文章裡面 數學的part 全部都在建構這個 Publicity Fuzzy Union 這樣子 的 東西 他就要證明說 這個東西是可行的 這樣子 對 我看很大部分都在做這件事情 那 這件事情我就 我就沒有 我沒有仔細去看他 所以基本上他給出來的公式就是 我要把 嗯 J是I的鄰居的機率 跟I是J的鄰居的機率 把它整合在一起 然後整合在一起 就會是I跟J 兩個人是鄰居的機率 這樣子 好 這樣子建構完之後呢 嗯 好 我先給各位看 這樣子建構完之後呢 他就會是一個 Undirected 然後Local Connected Graph OK 這樣子他就會符合他的 作者的假設 這樣子 好 那 所以一開始 一開始 我要找鄰居嘛 所以我要找鄰居 我要怎麼找鄰居 在他的演算法裡面 他用的是 KNN Graph 所以他算的是 K nearest 所以我去找 K一個 就是 離 他最接近的這個 neighbor 然後去 建構像這樣子的圖 好 嗯 我看一下 這邊說有人問問題 然後 我要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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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直播的話 本身 比較難 比較難 不懂 還是 還是 有人可以丟問題 給我嗎 感謝 那 我先把這邊 處理掉 喔好 有問題來了 為什麼後面 不開根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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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問題 我沒有去看他數學part 但是他是把它當成 A B的話 他是把它當成 set去處理 所以說他等於是 就是 這個 A的set 跟 B的set 然後 兩個之間 我要去取 兩個fuzzy set 它的union 嘛 對啊 就是兩個set相加 然後剪掉他們兩個之間的交集 對 然後剪掉他們兩個之間的交集 為什麼不開根號 你問我這個 這個我也不清楚 因為這邊我沒有去看他數學的推導的部分 對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他 那個 數學 論文裡面的這個數學的部分 對 好 就是這邊我不知道 這樣子 OK 好 那我就繼續囉 這邊 接下來的話 他就會先去建構 所謂的 Can is this neighbor OK 然後 我就會得到一個 他的graph 這樣子 那在這邊的話 他 我們也是一樣 要去設定這個 Sigma的部分 OK 那設定Sigma的部分 其實 跟前面的Tisney 會遇到一樣的問題 那遇到一樣的問題的話 像Tisney他的解法 就是我用一個 Properacity 這種東西 去調他的Sigma 但是 Properacity 這個東西其實很難抓 對 因為 對 反正他就是很難抓 我很難調說 他到底 Properacity 要是多少的數值 我的Sigma才會是 就是恰好這樣子 那在這邊 他的設計 是這個樣子 他 他沒有用 Properacity 這樣子的東西 他反而是用 K near is neighbor 這個K 去 去算出 他的這個 去算出 他的這個Sigma 最好的Sigma 要是多少 那在這邊的話 他去建立一個關係 就是對 所有的這個I OK 加起來 加起來 那他 要等於這個 Log2 K這樣子 OK 那在這邊的話 就會跟一些 那個entropy 也是跟entropy 相關 然後其實這邊 背後的這個 數學推導的話 他也會跟前面的 那個 Tisney 的部分 是雷同的 這邊 大家可以 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他後面的這個 這個數學的部分 那我只要 跟大家講的是說 就是 他用這個 K near is neighbor 的這個 K 去搜尋 或是去找 到底怎樣的Sigma 到底怎樣的這個標準差 是好的 是合理的 那 因為 我們 去估這個 到底 K要多少 是相對比較容易的 這樣子 所以其實 你在用umap 在調他的 參數 在調這個k 的時候 會相對比 Tisney 好調一點 OK OK 所以說 他會讓這一條 這個constraint 這個equation 成立 那這邊的話 他就會是 p的話 展開的話 是從這邊來 OK 然後pij的話 跟這個部分 請參考前面的公式 前面的公式 OK 好 OK 所以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叫做 Underactive Locally Connected Graph 好 那我拿到這個東西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一樣做這樣 所以前面的部分 全部都是在 原本的空間上面 建構 我們先去算 距離 距離算完之後 找neighbor 找neighbor 找完之後 我去建一個kn graph 建完一個kn graph之後 我去依賴這個kn graph 降為到新的空間 所以這邊他在 這個 建構新的空間的時候 一樣 他是用t分布 OK 好 那只是說他沒有那個分母的 那個part 這樣子 好 所以 Umap的話 他用的是所謂的 Binary Close Entropy Loss OK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 Cross Entropy Loss 那Cross Entropy Loss 他講的是什麼 他也是一樣 我的 呃 在原本空間上的這個 機率分佈呢 跟新建構的這個 機率分佈呢 兩個要越向越好 OK 那兩個要越向越好的話 所以我的Cross Entropy 就要越向越好 這樣子 那但是其實這件事情 跟前面是雷同的啦 OK 為什麼說是雷同的呢 因為我的Cross Entropy 他其實可以跟我的KL Divergent 掛鉤上的關係 因為我的Cross Entropy 他其實可以把它展開 變成P的Entropy 然後再加上P跟Q之間的KL Divergent 然後呢 有一件事情是這樣 因為我們的資料 都是給定的 然後我們的KM Graph K是給 K是我們指定的 那所以基本上 我們的這個機率的部分呢 P這個部分呢 全部都是固定的 OK 那我需要變的是什麼 我需要變的是 新建構的這個空間的 Q這個部分 那所以說 我的P 它的Entropy 這邊是個定值 所以基本上 你在minimize Cross Entropy 就等於是 在minimize P跟Q之間的KL Divergent 所以基本上 這邊做出來的 會跟前面 Tisney在做 是雷同的這樣子 那所以這邊的 Optimization 就是所謂的Gradient Descent 然後也是一樣 但稍稍不一樣的是這邊 在前面的Tisney 它用的是 Random Initialize 那在這邊的話呢 它 建構的是一個KM Graph 那它的KM Graph 這個東西 它做Initialize 是用 Graph 它的Laplacian 去做 分解 分解之後 我會拿到它的 Agon Vector 拿這些Agon Vector 當成我Initialize 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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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個初始參數 這樣子 好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可以 讓這個 Graph 有 我就可以讓這個 演算法有兩個 特性 第一件事情 我有像這樣子的 Initialize之後呢 它 收斂你 就會比較快 比起我用Random 我就不知道 Random跑到哪裡去 這樣子 然後第二件事情呢 它有一個 對圖 比較整體的這個 結構 就是我在Initialize 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 Graph Laplacian 它就帶有這個 圖整體結構的 這些資訊 那這些資訊 它就蘊含在 我這個 Agon Vector 解出來的 Agon Vector裡面 那所以我用這些 Agon Vector 去做Initialize 的話 我圖 比較 Global Structure的 那些東西 的那些資訊 就會被 保留下來 OK 好 那 所以基本上 在 這樣子的 這個 UMAP的 思維貫穿下來 的話 Kenn Graph 它其實 就提供了一個 就是把它叫做 它是一個 backbone的角色 它就是像一個 資料點 在整體做 降維的過程中 它的一個 股價 OK 所以基本上 它 去提供了一個 比較整體性的 或者是比較 Global的這個 Structure 那 Global Structure 它並不是說 並不是說 它整體的形狀 會跟原本的很像 它是指說 整體的形狀 還是所謂的 connected 就是它是連在一起的 OK 但是相對距離的話 可能會變 但是我在相連的部分 該相連的部分 還是要 連在一起 這樣子 OK 好 所以基本上 我們來總結一下 就是在UMAP裡面 一些新的東西 第一個是說 就是 它提供一個 就是 用那個 最接近的鄰居 這個東西 當成一個 baseline 然後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 比較 uniform的 data distribution OK 那我就可以去建構 一個 connected graph OK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 Initialize 用 Graph Lab Production 這個東西去做 Graph Lab Production 去結它的 eigenvector 結出來的 eigenvector 去做成 當成它的 initialization 這樣子 OK 好 那所以接下來的話 然後來 比較一下 兩個模型 其實很像 就是大家 聽下來之後 就會覺得它 非常像 好 第一件事情 嗯 在原本的空間 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要去算 找鄰居 找鄰居 我們要先算距離 OK 我們先 先算距離的話 他們兩個 所用的距離 是什麼 兩個都用 Ukadian distance OK 那它怎麼樣去 權衡 資料 跟資料之間 誰是誰的鄰居 OK 都是用機率的方式 好 那 所以說它在 原本的空間中 它所假設的 機率分佈是什麼 如果是在 TISNY的話 它是用的是 Normalized Gaussian Distribution 那 在UMAP 它是Unnormalized 就是它沒有分母的一項 那 在 嗯 建構 新建構的 這個空間裡面呢 它的 假設的 嗯 在TISNY裡面 假設的是 Normalized 的T-Distribution 那 如果是 在UMAP裡面 它是Unnormalized 的T-Distribution OK 那我要怎麼去決定 在原本空間中 那個 Gaussian Distribution 它的Variant 是多少呢 或Center Diversion 是多少 那TISNY用的是 Propacity 這個東西 那UMAP用的是 那個 Neighbor的數量 所以就是 Kn Graph的那個K 那 在 新建構的空間中 它的Distance 兩個都是 Euclidean Distance OK 那 Loss Function Loss Function TISNY用的是 Ko Diversion 那UMAP用的是 Cross Entropy 好 那 Initialize 的方式 TISNY用的是 Ra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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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itialize 那UMAP用的是 Loss Function 去解 EigenVector 那兩個人 用的都是 Gradient Descent OK 所以基本上 你就會發現 這兩個 模型其實 非常像 對 除了UMAP 它有一些 Trick 好 那所以 基本上 你可以把UMAP 看成是 一種 它這種 Dimension Reduction 做法 它是 經由Graph 經由 建構Graph 去做到 Dimension Reduction 這樣子的 事情 然後 它也會 保留 像Graph整體的 這樣子結構的 資訊 這樣子 OK 所以其實在這邊裡面 最核心 的一個問題 在於說 我要怎麼去建構這個 Graph 這個Graph 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OK 所以 幫大家整理 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要怎麼去 決定 Graph 它的TOPOLOG 長什麼樣子 OK 那我去決定 Graph的TOPOLOG 長什麼樣子的話 如果你是一個 我把它分成兩種 一種是所謂的Discreet Approach Discreet Approach 的話就是我去決定說 它是我的鄰居 還是它不是我的鄰居 我就只有01兩種 OK 那如果你用的是一種 所謂的Continuous Approach Continuous Approach 的話 我就會是一個連續的數值 來去決定 它到底有多少可能性 是我的鄰居 或者是 它到底距離我有多遠 OK 那像這樣子兩個方式 去建構出來的Graph 都會是 它是兩種不同的Graph 如果你是這個 用離散的方式 去建構出來的Graph 常常會是所謂的Spots 的Graph 因為基本上 你不太會 連結太多的人 那如果你是用Continuous Approach 的話 基本上你就會跟 在這個資料空間中的 所有其他的人 有一個 去算一個Distance 或者是去算一個紀律 你就會拿到一個Dance Graph 好 那所以基本上Discreet Approach 的話它就分兩種 一種是剛剛 介紹的所謂的 Excel Neighborhood 那Excel Neighborhood 就是 我找一個半徑 是Excel OK 然後在這個半徑裡面 都是我鄰居 好 然後再來的話 我用 或者是 KNearest Neighbor 所以我就找 K一個 比較接近的點 當成鄰居 這樣子 那Continuous的話 我就需要去算 距離 OK 我們直接拿距離 當成這個 當成這個鄰居的這個 major這樣子 那或者說 我把距離 進一步去轉成 這個Probability 這樣子 那我就會拿到一個 Pairwise的 Probability 這邊應該要改成 Probability 好 但是 這邊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無論是要去算鄰居 還是我要去算距離 其實我都要算距離 OK 我都要去算距離 因為我要決定距離之後 才有辦法知道說 多少 半徑 是鄰居 OK 那 KNearest Neighbor的話 我也要去算距離之後 才知道說 離我比較近的K個到底是誰 這樣子 然後這邊兩個都算 都是要算距離沒有錯 這樣 好 那 OK 所以到這邊的話呢 就大概把兩個模型 講完 然後跟他們兩個的 比較 那 最近的話呢 有一篇論文在那個Archive上面 這個是2019年 然後 其實這個 它其實是來自於在 生活資訊社群 UMAP這個 這個 降維方式紅了 紅了之後呢 大家就 拼命說 其實不只那一篇啦 其實我發現那個 UMAP它自己文章的摘要 它其實也有講 就是說 UMAP它有去保留資料的 整體結構這件事情 好 那從剛剛的 演算法 跟剛剛的原理 聽起來 好像是這個樣子 沒有錯 但是呢 但是呢 呃 其實啊 其實啊 UMAP它也 就是 不一定保證這件事情 OK 那不一定保證這件事情 是來自於什麼 他就做了一個實驗 作者就做了一個實驗 作者發現說 就是 像我們剛剛講 UMAP它是用 Lapartian 呃 它的那個 eigenvector 去當initialize 那如果 或是萬一 我們把它改成 用random init 去做這個 initialize 那你就會發現說 UMAP它用 這個 Lapartian做的 跟用random init做的 random init做它的這個 資料 也一樣會有破碎的狀況 OK 那這邊的話 它當然是 相連的部分比較大 就是它 connected的比較好這樣子 那反過來 如果它在 那個 tisney上面 但是這邊它不是用tisney 它是用sne OK 那如果說它 在tisney上面的話呢 它也是用兩種 一種是random 另外一種是 用pca OK 那pca的這個 結果init 跟那個 Lapartian init 是有雷同的效果 那它就會發現說 我的這個 資料整體的結構 也會稍微好一點 OK 然後比起 這個 資料大塊的這個部分 它的這個相對距離 這邊是跑掉的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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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看起來會好一點 那 這邊的話 都是同一個資料集去做出來的這樣子 OK 好 嗯 所以這篇論文的話 它就有去提了 像 就是用不同的dataset去做測試啦 然後再去看這樣子 這邊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好 然後我剛剛看到有問題 等一下喔 有人問說 可不可以用 這個當成GNN的Adjacent Symmetries 用哪一個當成GNN的Adjacent Symmetries 哪一個 哪一個東西 好 如果如果有 有 有補充的話 我等一下再解釋 那接下來的話 就要進到我們最後一個part 最後一個part的話 就要稍微去講一下 那GNN的部分 那GNN的部分 在我上次的talk 有 比較 overall的一個介紹 OK 那 跟這一次的這個Dimension Reduction 其實有這麼點關係 OK 我們會發現說 這邊是我一直以來 就是介紹Dimension Reduction 它 我所用的圖 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的話 它是在高位空間中 去建構像這樣子的Graph 建構完Graph之後 我把 藉由這個Graph 去降位到低位的空間裡面 那 這個東西啊 它是不是跟我的 GNN的一個layer 是有點像的 OK GNN它做什麼事情 GNN它做的事情是 我去把這個Graph上面的這個Vector Vector這個資訊 這個資訊 我過一個這個 Neural Network的layer 去做處理 處理完之後 我會得到新的Vector 但是呢 但是呢 GNN它裡面 我在這個layer的 處理的過程中 我去加入了 Graph這樣子的資訊在裡頭 那 是不是 這樣子 somehow 跟上面這個 我們剛剛講 藉由圖 去做Dimensional Reduction 這樣子的做法 是很像的 OK 好 那 所以的話呢 我們來複習一下 或者說 我們提一個最簡單的 這個 GNN的例子 這 比較簡單的 GNN例子的話 是叫做 Graph Convolution Network OK 那Graph Convolution Network 它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我的一個layer 一個layer 它會寫成Graph 寫成F這樣子 OK 那 這個layer的話呢 我的圖 是給定的 是由使用者給定的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轉的 feature 我需要 去transform 這個feature 是x OK 當它transform之後 變成新的叫xprong 那其實這邊它去處理的過程當中 它其實是把裡面的每一筆資料 去做Graph的convolution OK 那去做Graph的convolution的話 這邊 這邊是只有First Order的convolution 好 那 這邊的convolution 你把它解開來看 這邊其實有簡化過 解開來看之後呢 這個θ θ的部分 θ的部分 是我們需要去學習的參數 OK 那 中間這個部分 中間這個部分 是跟我的Graph的convolution相關 所以中間這個部分 是跟 是Graph的資訊 OK 然後再乘上我x這個vector 好 那所以中間這個part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縮減 變成 跳打a 這樣子 好 那 這邊附這個normalized convolution給大家 所以大家自己比對一下 大概差兩個i 這樣子 好 所以其實這個是Graph Convolution Network 應該說這個是GNN裡面 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然後這個layer 好 所以說你會發現說 這個graph 它是給定的 它並不是從裡面算出來的 所以其實呢 我的GNN 它跟Dimension Reduction 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 基本上是這樣 我的Graph Neon Network 它會transplant我的feature 然後呢 這個feature 我會假設說 它是在這個graph的 集合構型上面 OK 好 所以說我要給定的是什麼 我要給的是Graph 我要給的是這個x 然後它會幫我產生出y OK 新的feature 好 那 Dimension Reduction 透過圖去做Dimension Reduction 它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它第一件事情 它會自己去contract這個graph 然後從feature裡面去contract graph 然後再利用這個graph 去transform這個feature OK 所以其實它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它是 我需要透過這個feature 去建構我這個graph 建構出來之後呢 我把這個feature 連同這個graph 把它做一個轉換 做一個降圍 降到新的空間去 OK 所以說你會發現 GNN跟Dimension Reduction 這一個part 是幾乎是一樣的東西 那差別差在 這個graph它自己建 這個graph是給定的 OK 好 所以到這邊的話 就是今天整個的talk的部分 好 所以說 就謝謝大家 那 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好 剛剛 有人補充問題 就是可不可以 拿這個當成GNN的adjustancy matrix OK 可以 對 就是基本上你的這個 那個GNN的這個graph的部分 你要怎麼去 你要怎麼去產生出這個graph 其實都是可以的 只是說 這個graph的部分 它 你用某個方法去產生出這個graph 它 是合理的還是不合理的 這件事情 我們就要再討論 那至於說 你這個graph要長什麼樣子 就 不關GNN的事情 對 OK 那所以說如果你要 你也可以像它下面這樣子做 對 就是我有一個方法 去產生出graph 然後這個graph 我會把這個方法寫在我的 這個演算法裡頭這樣子 OK 好 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好 然後 我看一下直播的留言部分 為什麼 為什麼 我那個 直播的留言會跳不出來 有了有了有了 OK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到這邊啦 那就感謝那個 就是 痛大 那個DVN101的邀請 這樣子 對 雖然說 就是今天只是上來 對 就是 就是 提早 上來去 給個talk 這樣子 以免有人 就是比較忙 然後會有空窗 這樣子 不過還是很感謝 好 那我們 直播就到這邊結束囉 好 拜拜